阿弥陀佛 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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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 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八百六十三页 八百六十三页 请看第七行 至于卫义 作慧尤新出 静影书是云 真解发宗 明慧新出 该为真实名 发于自新 名为慧尤新出 这一段的经文跟解释 都是告诉我们 释出时间最重要的一桩事情 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弄明白 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 因为他恢复了真心 佛的这个心 大公无私 不偏不邪 他的心永远是 在甚深禅定当中 虽然他自己得到了泄脱 大自在 但是他也没有忘记我们苦难众生 常常会到六道 施法界 施暴徒 帮助我们这些苦难众生 破米开悟 这个心的作用很大 他可以生智慧 也能够生烦恼 觉悟的时候生的是智慧 迷的时候就会生烦恼 所以我们如果有执着 有分别 这就把我们的心弄得不亲近 它就会产生种种大小的烦恼 下面引用日本旺西老法师 《无量寿经超》里面的解释 以往既断 实力忽正 必能正治 不由他生 必有心粗 断移生性 是我们每一个求学的人应该要做到的 世间的圣人 出世间的圣人都重视这一点 都把这个性放在首要位置 大家如果看《华与经》里面就讲到 性为道源功德木 所以信心是成就菩提大道的根源 它是一切功德之母 母是比喻能生 信心 信心能够产生一切功德 菩萨们把这一点运用得非常好 在此地给我们说 以往既断 实力忽正 真实的理忽正 真实之理就是不可得 必能正治 能正真理的智慧 就是实治 无分别治 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 从心生 所以不由他生 必有心粗 大家看 这个语气非常肯定 从哪里产生呢 从我们的心里面产生出来 后面念老再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该为仙移涌断 这个仙是极小的 极细的 仙移就是非常威细的疑惑 你能够把它全都断除得干干净净 这个当下 朗然大悟啊 中文说 大测大悟 明心皆心 顿正实力 得一圣道 能正此一圣道之志 必从自心出 绝不从他处生也 像唐朝时候的婚礼大师 他老人家 就能够做到顿正 他是一物 一切物 他是天经钢经 明心见性的 释迦牟尼佛呢 是在菩提树下 阅读明心 大测大悟 进入境界之后 两个人的境界完全一样 当然他们也稍后展开了教学的工作 霍连大师被耽搁了十五年 释迦牟尼佛是很快就从事于教学 那么教学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如同子弟所说的 得一圣道 这个就是明心见性 您能够明心见性 那就是顿正实理 诸法实相 没有您不知道的 慧书讲 断除以往 则智慧自生 有心者 无师自然智 而不由他污 这个话也讲得非常好 祖师大德所翻译的经典 所解释经文的意思 真的是都相同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嘛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啊 下面是念老所解释的 该为所生之智慧乃无师智 自然智慧乃无师智慧乃无师智 没有老师教他 他自自然然就明白了 常言说 读书千遍其自见 这个就是无师智 就是自然智 即使无师智 则不从人得 复是自然智 则不由他生 故云会有心出 与不由他物也 这都是讲的事实真相 所以我们要对于经典 这些开示要相信 并且如法的修行 要把无师智 自然智的道理 真正做出来给别人看 我们做出来之后 他就愿意相信了 所以呢 这个求学的关键呢 就是在于断移生性 只要我们学习圣教 还有一丁点的疑惑 这个就是障碍 因此疑惑 一定要把它扫除得干干净净 八万四千法门 跟净土法门相比呢 净土法门是最容易修的 成就也是最殊胜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关口 就是信心 我们具足十足的信心 纵然没有老师在身边 指点我们 我们也能够修成功 像海鲜老师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师父 借功长了 只是跟他讲了几句话 你呢 念这句符号 拿摩阿弥陀佛 以后念明白了 不能说 不能乱说 贤功劳上 他最大的长处之一 就是在于老师听话 真感 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最后呢 真的能够做到 欲知实至 自在往生 这是现代念佛的一个最佳的榜样 后面念佛 继续讲 上之三书 可以互参 前面三种注解 我们可以合起来看 宗之 则为 浪然大物 正入识相 无师至 自然至 等等 妙至 秉然 其限 这个秉 是明显的意思 你看他左边是个火子吧 火光非常的 明显 它非常盛大 用这个呢 来形容我们的智慧 所产生的 殊胜的作用 所以无师至 自然至呢 不需要别人帮忙 我们自己啊 学习 也能够将来呢 打车倒 这个无师至 自然至 是我们大家 本来就有的 您只要牢牢抓住 古人所讲的这个 方法 原理原则 肯定能够成就 所谓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读书千遍 其以自见 念上一千遍 念上一万遍 这个无师之 自然之 它就会出现了 看经文呢 一看就懂 看注解呢 一看就明白 甚至到那个时候 你还看得出 谁的注解 更加精确 甚至还有一些 祖师大德的话 他可能写错了 你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们现在为什么 看不出来 还没有 这个无师至吗 还没有自然至呢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 无量寿金 汇集本 还有这个集注 引导我们 入这个 智慧之门 物有自心 非从外得 从门入者 不是家政 从门 是说 跟着别人学 我们是别人的门生 就是别人的学生 不从门 你看释迦牟尼佛 他就没有从门入 是不是 华严金 他也没有听过别人 讲过一遍 他自己居然就说出来了 霍伦云大师 是的 他是有听金刚经 但是他没有全部听完 听到四分之一 全部都通了 他也是没有从门入 这印度的 中国的 还有呢 回教的穆罕 穆德 据说呢 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居然就能够讲出一部 古兰经 这个都是 无师之 自然之 可见到 这个无师之 自然之 不是只有在我们中国 才有啊 在其他国家呢 也有一些圣人 视线给我们看 下面是 讲到 慧能大师的 这个典故了 六祖 回南方去 后来 像惠民老法师啊 他们几百个师兄弟呢 不服 四处的寻找他 居然 惠民老法师啊 还找到了慧能大师 这条路 我被他 找到了 因为他以前是当将军的嘛 所以 慧能大师呢 就把这个 一波 放在路边 躲起来 这个时候啊 惠民老法师 看到一波很高兴 想把他拿起来 居然拿不动 他当下就 觉悟了 有护法神 保护这个一波 不属于你的 你就拿不动 他这个时候 知道自己错了 赶紧喊着 慧能大师 请您出来 我不是为一波来的 我是为法来的 求法来的 请您出来 为我讲经说法 这个时候呢 慧能大师就坐在 一块大石头上 给他讲开示 讲了没有多少句 他居然就 开悟了 开悟之后呢 他还请教 慧能大师 还有没有 别的秘密 慧能大师怎么说呢 密在 汝边 那个汝边 是什么意思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这句话呢 是这么来的 这是第二十九品的经文 下面呢 我们再来学习 第三十品 品提 菩萨修持 第三十 这是第三十品经文 这是我们刚刚学完的 下面呢 我们再来学习 第三十一品 真实功德 第三十一 下面介绍 本品 续前 就是第三十一品呢 是紧接着第三十品 而来的 同名 极乐菩萨 自立立他 之妙德 他还是讲述呢 极乐世界菩萨 种种 自立立他的 种种 功德 全品 分为三大段 第一个大段呢 先用比喻 来做说明 第二个大段呢 再讲到真实功德 最后呢 是蒙佛 赞叹 我们看底下经文 其至红身 辟如巨海 菩提高广 欲若须弥 自身微光 超于日月 其心洁白 犹如雪山 底下解释 一 乃以诸遇 与极乐菩萨 二立之德行 像这些地方呢 我们要认真来学习 我们想要立众生 首先必须要做到 自立圆满 这里有讲到 第一个是智慧 第二个是菩提 第三个是微光 第四个是心地洁白 所以大海 与菩萨智慧之红身 佛经呢 常常用大海 来比喻啊 佛这个智慧广大 红是大的意思 如华颜云 当愿众生 深入精脏智慧如海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句话很熟啊 这是什么 三规一里面的花 是不是 原来我们早晚 都念这个三规一 是从哪里来的 从华颜经来的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想要真正得到利益 您要做到什么 深入精脏 他没有说广入 他说深入 这么多的经典 我们学多少步呢 一步就好 那这个深深到什么程度啊 大策大悟 明星见星 要深到呢 无师之 自然之 恢复过来 一步精通 其他经典怎么样呢 所谓步步精通 可是知识分子啊 犯了个什么毛病呢 他不喜欢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他喜欢什么 今天看阿罕部 明天看方等部 后天看般若部 再看法华 那盘 就算他一天到晚 读这个大藏经 看来看去 看好多遍 看完之后 他的记忆力又没有像 阿南尊者那么样强 理解能力又没有 佛菩萨那么样的高 看到前面就忘了后面 看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不能说没有效果 还是有作用 作用是什么呢 知道一点佛学常识吧 可是没有做到专精 这就是他学了好多年 到最后不能够服烦恼 更不能够断烦恼 总不如我们一部经 一部论 一个注解 一辈子都学他 纵然是我以后开悟了 我还是学他 为什么 为什么开悟之后 还是学他 还是讲他呢 这表演给那些初学人看 让人家看到 这个人都已经明星见星了 他还是一部无量 收尽学到底 让人家起信 产生信心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即虚弥毕菩萨菩提之高妙 这是用虚弥山 来比喻 极乐世界菩萨的智慧 非常高 非常微妙 菩提是觉悟的意思 虚弥山 乃一世界之中心 亦为妙高山 按照佛经上的说法 虚弥山 是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点 他翻成中文 叫做妙高山 现在天文学家 发现到这个银河系 有一个中心点 他们有个名称 叫做黑洞 他们就发现了 任何物体 只要是靠近它 或者飞进去 都怎么样 被它给吸进去 它被吸进去之后 就不会再出来 就证明这个黑洞的 引力非常强大的 其实天文学家 所讲的黑洞 就是佛经上 所讲的虚弥山 因为他们讲这个形状 跟佛法所讲的 非常接近 就像我们用这个法器 那个磕 大家看过磕了 中间是翘起来的 两边是扁平的 它大概是这样子 上下都是这样子 在惠灵音音里面解释 唐云庙高山 这个唐就是代表中国 四宝所成 故曰庙 出过众山 曰高 为什么说 虚弥山翻成庙 翻成高呢 因为它是四种宝 组合而成 它跟别的山相比 高度更高 所以称它为高 四宝 像弥陀经上讲 金 银 流离 泼离 这就是四宝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 虚弥山 其实它怎么样呢 闪闪发光 我们铜鸿巴算不算是一座山呢 远看像是一座山 一上来呢 好像是平地一样 但是我们这里有没有闪闪发光呢 没有 这指明我们这里的构造 远远不如 虚弥山 那么样的殊胜 在华严经书朝里面呢 清廖大师也这样一个介绍 我们念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 如来说 华严经时 以字在神力 生此三顶 家批法会菩萨 说实住菩萨之法行 在经文当中呢 佛还讲了十个比喻 第一个就是体庙 是说虚弥山的体非常庙 为此三以四宝所成 其体圣庙 比喻菩萨由闻思修解四法 而为庙体 这跟前面的解释就不一样了 前面是讲 金银流离 泼离 这个泼离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水晶 那么华严经上讲这个 四宝石指什么呢 菩萨的闻思修解四法 是四宝 闻思修 闻就是接触 思呢 就是它明了 修是改正过世 既然过世都改过来 它就没有错误 所以没有错误就称为修 您能够做到闻思修 这个音后面得到什么果报呢 就是解 解就是解脱 所以前面是讲到 这个修行 那后面呢 是讲到这个果报 所以它是有理 有行 接着下面是用慧灵音译 再做一个解释 霍云庙光山 以四色宝 光明各亦造世故 看来是整座山 都能够发出 非常微妙的光芒 它能够照耀世界 下面是念老所讲的 又云安明山 所以须弥山也可以翻成 安明山 明具妙光一 富含清静无构意 清静无构是安 明是光明 安者定也不动也 故宋亦云 兼顾不动 若须弥山 今以此为御则 以须弥乃四宝所成 表菩萨之菩提 乃万德之所庄严 我们看到须弥山 这样的一个解释 要了解到 在佛经里面 它有表法的意思 表什么呢 代表菩萨的智慧 非常殊胜 乃万德之所庄严 我们用什么来庄严 自己最殊胜呢 万德 万德之根 是什么 孝道 万德之本呢 师道 所以这个我们要认真学习 这一点呢在第一次规里面 讲得非常具体 三之妙高 欲此菩提 更无有上 三之妙光 欲其会光 它不但高大 有光明 而且这个光呢 无比的殊胜 它不是一般的光 是什么光呢 智慧之光 常照世间 那就是说 这个须弥山的光 有没有照到我们图文巴来 有啊 看到没有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 自己眼根有问题 接受器有问题 三之安明 安显妙定 如辱不动 明欲洁净 如宝 无垢 微光者 微德之光 此光 即智慧之光 哪一天 您 由凡夫位 提高到 菩萨位 那就见到什么呢 智慧之光 这都是菩萨所修 所证得的境界 在康生凯的 卫义本里面 写的是 会光明镜 超于日月 会书里面讲 超于日月者 日月有亏盈 这个常识啊 大家都懂 你看这个月亮 有初一 是不是 一直到这个 十五 有圆的 有半月的 但是呢 智慧之光 是没有所谓的亏盈 所以后面讲啊 会光不燃啊 智慧之光 不是这样子的 日月有初末 会光 常明 到了黄昏日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到 太阳就落山了 逐渐的 隐藏起来 月亮呢 是晚上才出现 白天一般很少见到 可是会光呢 永远都藏在 日月不照 星内 会光能照 日月不周 会光 周便故 阳光月光 只能够照外面 照不到我们的心里面 阳光月光 虽然它是普照大地 它还是有些地方 照不到 你看我们现在 是晴天 阳光从这边照进来 可是墙壁一挡 它就进不来了 可是智慧之光呢 哪里都能够照得到 它能够照穿 古云 自身微光 超于日月 这都是描述 极乐世界 佛菩萨的 深光不可思议 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 本愿微神 功德加持之下 也具足像那些菩萨 一样的这种得的 我们想要得到 这种利益 那现在要怎么办呢 要尽快地 把内心里面 这些烦恼吸气 放下 放下越多 升到极乐世界 也就越早 品位的也就越高 底下还有一个介绍 是讲的雪山 雪山就是大雪山 南沾不周 此山特高 东下鸡雪 顾名雪山 我们现在要给这个雪山 取了个名字 大家都很熟悉 喜马拉雅山 它在我们西藏 跟印度交界的一个地方 它是地球上 它是地球上目前最高的一座山 我们小时候看地理书 物人还记得 它那个数字很好记得 8888 不晓得现在这个高度怎么样 它是中年都积雪 所以称它为雪山 雪山 洁白 以欲 借德 欲 定静 一提到雪山 印度人 都有概念 既然没去过 也听过 那么在佛经里面用它来比喻 借德跟定德 请问 有借有定 后面跟着就有什么 智慧 是不是 因借得定 因定开会 所以菩萨的借定 就好像雪山一样 清净光明 永不动摇 底下是 锦辛老法师讲的 定静满德 如雪山也 定圆满 清净也圆满 如同雪山一样 慧淑说 以借德于雪山 借德清净 如大雪山 常洁白 能照众生 令清凉顾 据说 到这个喜马拉雅山 忠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也看得蛮清楚的 证明到那个地方去 它的亮度 比其他地方要高很多 有尽书云 雪山显其定静 诸德皆静 明等一静 后面念了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等者平等 一走一如 静者本静 其心本静 故洁白如雪山 这个话一说出来 我们就觉得很惭愧 为什么呢 我们的心本来是什么 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平等 本来是一如的 可是现在怎么样呢 哎呀 很糟糕 污染得很严重 现在呢 赶快把它洗一刷 干净 其心一如 故如雪山之不动 其心平等 故三无差别 一色纯白 三无差别 大家常常做三世信念嘛 你都知道了 哪三无差别呢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其实凡夫是谁呀 凡夫就是佛 佛就是心 心就是凡夫 我们现在为什么称为凡夫呢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觉悟 所以称为凡夫 我们现在的心呢 受到了污染 所以不清净 通过修学八万四千法门 帮助我们每一个众生 恢复本来面目 下面是讲到 得用自在 也举了好多个比喻 忍入如地 一切平等 清净如水 喜诸成垢 赤胜如火 烧烦恼心 不着如风 无诸障碍 这里讲到四种德 第一个是教我们要做的什么呢 忍入 金刚经 五千字 就提到 六波罗蜜 那六波罗蜜里面 有两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是布施 财 法 污 三种布施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忍入 下面再给我们说一个说明 忍入如地 是以大地 与平等 忍入 平等 即离诸 分别 大地呢 我们天天呢 都离不开它 天天都见到大地 但是我们没有从大地 菩萨身上 学到真功夫啊 大地 平等的 容纳一切众生 什么又叫平等呢 远离种种分别 我们分别什么 这个是好人 那个是坏蛋 这个东西好吃 那个东西已经收了 这个是好事情 那个是坏事情 你看人呢 在禁略当中 那个分别心呢 太鲜明了 学佛呢 就是要教我们大家 远离诸 乌分别啊 在一些禁运当中 要练习 不着相 虽然我们还是会着相 但是要提醒自己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学习佛法 到底学什么呢 就是学一个清净心 平等心 来处事待人接物 下面是谭华大师 在《往生论诸》里面的说法 是 心夜无分别云 如地附和 无轻重之疏 这讲到大地了 底下是念头呢 再给我们解释 大地载物 重者轻者 同以附和 无所选择 无有分别 以与菩萨忍辱之德 其实地球啊 这个表面呢 它这个功德很大 为什么呢 它承载着 三河大地 承载着八十亿人口 承载着不计其数的动物 很了不起的 它天天都在给我们 布施恩惠 它有没有求回报呢 没有 我们人类反而怎么样呢 还破坏这个大地的平衡 人在造业啊 那佛教我们怎么样呢 看了这个大地要学习菩萨 忍辱的功夫 愿你一切比我恩怨为顺之别 这个人对我好 您不要太过于贪恋这种情质 那个人对我很凶 您可不要有一种报复的念头 那个人对我是 事事都顺着我的心意 您也不要太高兴 他都顺着您的想法 他有没有企图啊 说不定有 是不是 他有所图的 那有的人是没有这个想法的 他就是很想帮助我们成就我们 那有的是违背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也要理性的来看待 要用智慧之眼来辨别 他的真谓 虚假 厉害 得失 我们才不会上当 才不会受害 清净如水 菩萨清净 犹如净水 能洗出种种 尘老 够燃 故云 洗着尘垢 这个成垢呢 就是染污 现代人呢 是极力地提倡 环保 我们听说最近呢 某个国家呢 他们那个火车啊 出了问题 那车上呢 有很多化学物品 散落在这个地上 那这个对周边的居民 他的身体产生伤害 对于植物 对于这些土壤等等 还有这些河流 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 那我们现在重视 外面环境的环保 可是忽略了内心的环保 只求外面干净 忘记要保持住 自己心地的清净平等 那外面环保 能不能完全都做好了 不可能 佛法怎么教我们 大家做到内心环保呢 你看早晚课 都有念这个三规一 三规一 简单来说 归觉 觉而不明 归佛嘛 佛就是觉 归法呢 法就是正 正而不息 归生 生代表清净 静而无然 身口一三叶都做到觉正境 那就没有任何的 购物产生了 下面一个比喻 赤圣如火 烧烦恼心 这讲到智慧 赤圣 是形容这个火光 非常高大 心是柴火 怎么样才能够把烦恼 转过来呢 怎么才能够把烦恼消除呢 那就一定要靠 真实的智慧 归上智慧猛力 赤圣如火 断除烦恼 如烧 如火烧心 一般在农村呢 常常会有这个烧木材的现象 以前我们小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煤气炉 有煤气炉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在 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 才有这个煤气炉 而且那时候是煤气罐 大家有没有扛过煤气罐呢 好像炸弹一样的 煤气罐 我们那时候从一楼扛到五楼 体力不行还扛不上来 后来就先进了 用这个管道 那就方便了 那这个烧这个木材呢 它一定要干燥才行 那就容易把它点燥 怎么样把这些烦恼 全部都火化掉了 一定要靠智慧 智慧从哪里产生呢 从觉正进 生起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如果还有 弥邪然 它所产生的就是 烦恼 底下一个比喻 不着如风 风我们经常被吹到 但是被它吹到我们的身上 我们有没有觉悟啊 没有 风有什么样的一个表法的意思呢 它在教我们大家 万事都不要执着 风性流行 一切无助 亦无执着 你看这个风吹过来 假如有什么物体挡住它呢 它从旁边就吹过去了 它没有执着啊 以无所顾 行诸世界 自在外 如风 行空 假如我们每天 处事带人街舞 都能够像风一样 那就太棒了 你肯定不会跟任何人 发生冲突矛盾 你走到哪 都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 接着下面一大段呢 是讲到利他之德 法阴雷震 绝未绝故 欲甘露伐 润重生故 旷若虚空 大慈等故 如镜莲花 力染无故 如泥居宿 复阴大故 如金刚除 不破邪直雇 如铁为山 众魔外道 不能动雇 法阴雷震 释迦牟尼佛就是个很好的榜样 他讲经说法 四四九两 可以说 他字字句句 都在震撼 每个众生的心 经允 佛语犯雷阵 雷阴远文 震经世间 以欲法阴 这里用打雷 来比喻 佛菩萨讲经说法的阴身 能够传得很远 同时还能够震撼人心 能够感动大家 能觉群迷 我们就是群迷里面的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属于 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类 开始觉悟了 为觉者 使为觉之凡夫 得以觉醒也 这个就是讲经教学的作用 所以 法阴雷阵是教学 觉未觉过 就是他的成效 就像当年孔老父子教学 他有没有书生成绩展现出来 有 其实他老人叫 专心的讲经时间不长 五年嘛 六十八到七十三 这五年时间 他有多少弟子呢 三千弟子 有多少弦呢 七十二弦 其实比例并不高了 我们说一百好了 三千个人里面 才一百个人都还不懂 算是有大成就了 可以做他的传人 那慧人大师了不起啊 他一个人开悟 多少个人在他门下觉悟呢 四十三个人 我们学佛这么久 有几个人愿意来拜我们为师啊 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来敲门呢 我们自己没有开悟 自己没有决心 所以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 因此我们自己 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佛法 当然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求别人了 都来拜我为师 我们自己成就之后 那时就看缘分了 有缘 我们就留时间久一点 来度化有缘众生 如果没有缘呢 我们就早点升到基督世界 到达基督世界之后 再看哪个地方有缘 我们就去那里 帮助这些大众觉悟 下面再讲 欲甘露法 此以甘露欲佛之教法 这个欲在这里读 去生 第四生欲 下欲的意思 所以它是个动词 这个甘露呢 是比喻 比喻佛的经法 甘露使人起死回生 这个 这个作用就太大了 我们现在好像 从小到大吧 吃了那么多的中药西药 有没有一种药 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的呢 没吃过 这证明我们呢 世间人的福报不够 据说这个甘露 它也是天人呢 经常吃的一种滋补品 它是一种饮料 它能够长生不老 所以天人的福报 比人要大很多 佛之教法 能令众生 永断生死 得大涅槃 故约甘露法 佛法的作用 远远超过甘露 尤其是现在我们大家 选择净土法门 真的 您只要能够真正的 专心念佛三年到五年 有了功夫成片的能力 升到基督世界 那无量节来 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的事情 就跟我们再也没有关系了 您到达基督世界是永生 所以我们应该要一门心思 求生西方净土 欲则 如天降雨 普润三根 故云润众生 佛把众生分为三大类 三根 上根 中根 下根 我们就拿这个雨水 来做比喻吧 那个高大的植物呢 它吸收的雨水量 就比较多 小草 你看这个雨水滴在它上面 能够承受多少量呢 还是非常有限 所以佛经用这个大树 来比喻根性猛烈的人 他一听 当下就开悟了 那佛对于中下根性的人 就是长时间的教训 不厌其烦的讲 法华经约 我为世尊 无能及折 安稳众生 故献于世 伟大众说 甘露净法 其法一味 谢脱涅槃 佛菩萨来到世间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来教学的 他教学 一定是他自己 先智慧成就了 他一个人悟道 度化的众生 不计其数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天底下 宇宙之间 最殊胜的好事 是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 你看看孔老父子 再看穆罕默德 再看耶稣基督 他们都是在教学 所以讲经教学 修功德最快 最大 最多 修福报 也是最快 最多 最大 安稳众生 这一句话 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看了之后 感触深 现在众生 安稳不安稳 不安稳 众生不安稳 那社会 当然就不稳定 国家就不太平 世界动乱不安 其实安稳众生 首先是安稳什么呢 安心 是不是 把他的心安定下来 自自然而然 他就 不会胡思乱想了 这一点呢 我们看 南北朝时代的 慧可大师 他为什么辛辛苦苦的 在这个达摩洞外面 在那么大的一个 下雪的冬天 那么酷寒的一个冬天 在外面 等候达摩祖师出来 给他讲开诗 达摩祖师不理他 就看他心成不成 其实他还有一个用意 就是让他的心静下来 他来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所求的心 他有念头的 可是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的心就定下来了 他可能觉得自己诚意不够 断臂求法 达摩祖师再出来 给他讲了几句开诗 他就一下子顿然欺辱 这么一开悟之后 他的心就真正安定下来了 他一定下来 我们中国禅宗 就有接班人了 其实按照中国人说法 他应该是我们中国禅宗出主 是不是 按照中国人说法 但是我们尊重老师 那达摩祖师是传法的 我们就尊重老师为出主 在佛迪论里面说 如来圣教 于诸外道 一切世间 邪列教中 最为真实 殊胜清静 犹如醍醐 亦如甘露 宁得涅槃 法华经上讲的 佛迪论所说的 都是显示出 欲甘露法 润众生雇 这句话的意思 告诉我们 圣教在这个世间 所起的作用 无比殊胜 今天早上有一个法师 跟悟生讲 明年我们这个道场 要开课 他说他选的课是 《观无量收佛经》 撕帖书 很好 这是我们在RBIT 要教的课程 他就选择撕帖书 真的这个时间 需要大家都出来发行 奖金 道场很多 但是奖金的人才 非常欠缺 再说句老实话 弘法的人才 容不容易培养出来 很不容易 你看师父 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 是不是 二十多个年轻人 其中也一个 那个 女居士 林勘志 她算是年纪最大的 六十岁 六十岁都来学习经教 可是这么多人当中 一直坚持到现在 到现在 讲得不多 有大成就的 太少太少 所以我们自己要发大心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再不把这个甘露法学好 讲好 再不把它传播出去 后面这个法就怎么样了 如果我们都听不到了 那众生就更加苦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发大心 下面 旷若虚空 大词等故 是以虚空 与菩萨之 平等 大词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 心包太虚 量周 杀戒 中国古人讲 量大 福大 真的人呢 心量要大 你的心量越大 不但福报大 智慧也大 还有啊 好事情 一个个都来了 反过来 心量宅小 眼里揉不尽沙子 看事情 斤斤计较 变成什么呢 好运 都变成是 很普通的 甚至是差的 这个情形 所以万法为心 看您是怎么想的 如虚空之宽广无济 故曰 旷 以欲慈心广大 虚空无浊 如 伪曰 犹如虚空 与一切有 无有 着固 这个有 就是经上常说的 有违法 有违法怎么样呢 都是假的 所以多读金刚经 我们对于有违法 就不会太在意了 一些随缘嘛 在行事超 知词记里面说 无所拙折 离尘染故 故 以虚空之无拙 表慈心之平等 经上用太虚空了 来做表法 表什么呢 我们要有 我们要有慈悲的爱心 平等的照顾 一些众生 不管这个众生 对我好不好 我都看它 是阿弥陀佛 看待任何人事物 全是阿弥陀佛 这个好 如尽莲花 莲花出污里而不染 莲生离中 表不舍众生 佛门有三大标志 莲花是其中一个 你看这个 释迦牟陀佛 现在就坐在这个莲花上 或者站在莲花上 还有一个是万姿 这代表吉祥 还有一个就是法轮 你看这个后面 法轮 长转 莲花那个根呢 是在这个泥土里面 茎呢 是在水中 花朵 是在水面上 泥土代表六道众生 水代表四生法界 在这个水面上 就代表 一正法界 所以啊 出水花开 一遇菩萨离构 清净 故约离染无故 其实我们大家天天读经 天天念佛 目的何在呢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恢复到 清净平等觉 莲花最主要的一个表法 就是代表清净 它在水面上嘛 超越 司法界 所以遇到任何人事物 一定要保持住 清净心 平等心 底下一个比喻 如泥鸡属书 这种书啊 据说在中国没有 翻成中文叫做 无节书 这种书呢 没有节的 它也翻为 众广书 非常高大 在慧灵音义 第十五卷说 此书端直无节 圆满可爱 去第三藏鱼 方有枝叶 其子为兮 如柳花子 唐果无此书 这个唐果 是指的唐朝 就是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呢 没有这种书 不晓得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书 可能还有 所以大家如果 下次去印度 旅游朝圣的时候 你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离居书 有罪幅报应经约 离居图书 高二十里 知不分圆 负六十里 其数上 指 数千万湖 这不得了 这个数太高大了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说法 那个数多高啊 二十里 二十里不就是十公里了 是不是 十公里就是一万米了 当然那是唐朝时候嘛 这个 这是周朝时候的 这个说法 我们再打个对折吧 五千米 五千米也不得了啊 好像我们还没看过 五千米的树 喜马拉雅山才八千米 它都五千米 那不得了 而且它这个覆盖的面积挺大的 六十里 比起它树上这些子啊 有多重呢 千万湖 按照中国人说法 湖是古时候的单位 我们现在不用了 一湖等于十斗 它以前有个容器嘛 很标准的 官方制作的那个容器 一斗 可是到了南宋末年呢 就把这个一湖 改成是五斗 就减了一半了 让大家有个概念 吴神人说 给大家听一下 一生米 一生米 相当于现在的 一点二五金 一点二五金 十生米 就是一斗 一斗 重十二点五金 那这个树上有多少 这些子呢 千万户 那证明这个树啊 它的承载力 挺大的 其实它就是描述这个树啊 非常的高大 覆盖的范围很广 有阿维越至 周金约 能阴五百车 等于说 在这个树底下 可以摆放多少辆马车呢 五百辆 其实马车 比我们一般汽车还要长 是不是 我们就说汽车好了 能够摆五百辆汽车 那挺大的呢 复音大鼓 用这个呢 来 讲到 这个树的范围 它表什么法呢 此欲菩萨 与诸众生 广作 避音 这个避音呢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树木遮住阳光 第二个呢 比喻尊长的照顾 或者是祖宗的保佑 用这棵树 来比喻菩萨 给予我们众生 带来很大的恩德 在前面第二十九品 我们就看到 观世音菩萨 他有发过大怨 哪里的众生 遇到灾难的时候 称恋他的名号 他当下就怎么样了 过去帮助他 解除这个危难 底下还有一个比喻 如金刚楚 金刚楚 泛语 法则罗 原为印度兵器 这是古时候 印度一种武器之一 秘宗用为法器 佛法里面也用它 但是呢 作为这个法器 表坚力之智慧 它代表呢 般若智慧啊 坚固封令 在大日经书 第一卷讲 法则罗 是如来金刚智音 金刚智 是佛的智慧 下面呢 我们补充一点呢 金刚智的 这个意思 这个不在注解里面 也不在参考资料里面 无声炼 给大家听一下 在《仁王经》里面说 金刚智 释迦牟尼佛 如人有印 则得入国 以般若之智 为印 则得入十相之礼 故曰至印 这个印呢 就是 我们在护照上面 海关人员 才会盖个章 那么 有了般若智慧 您就能够入 弃入十相之礼 十相之礼呢 就是 真如自信 他的第二个意思呢 又如印 漆 判物 之真谓 以智 为印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事物的 邪正 是非呢 那这个就一定要靠智慧 这种智慧就叫做 智印 印章的印 第三个意思 这是密宗所讲的 大日全印 不动之 见印 大日如来手上拿的 法器 这个法器啊 代表金刚智慧 证明内政的 智德 佛 有时候手上拿这个法器 那我们再看这个四大天王 手上有没有拿表法的物品呢 有的 比如说这个南方天王 他手上拿什么 拿这个宝剑 每一个佛部上 护法神 都有种种的表法 下面呢 继续讲 比如地势 手执金刚 破修罗军 这个地势就是刀立天天主 为什么玉界天 色界天的天人呢 他们也 也会拿这些武器呢 因为天上也有 阿修罗 阿修罗好动 他们常常呢 找这些 天人 麻烦 所以 第四天 他们要保护好自己 今此 诸子 是金刚 亦复如是 现在菩萨手上拿这个金刚 是表法的 表什么呢 表智慧 唯有智慧 才能够破除烦恼 才可以消除灾难 现在为什么灾祸平凡 一句话 教育出了问题 现在教育出了什么问题 您仔细观察一下 现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教我们怎么做人呢 学校里面教我们什么最多呢 知识 技术 这个他很看重 但是怎么样为人处事 就讲得很少 这是祸源 灾祸的边缘 有人王今念诵 以鬼丧约 手持金刚除者 表起正知 犹如金刚 手上拿着金刚除 是代表菩萨有金刚智慧 又诸步要目约 不持金刚除念诵 无有得成就 所以密宗 他们在诵经的时候 一般怎么样 手上还要拿着一个法器 就是金刚除 而这个金刚除呢 是代表金刚智的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 说法呢 要懂得它的真实意 做什么 如果您真的有了金刚智 手上 还需不需要 一天到晚拿着金刚除 不必 表法嘛 对大众的时候 我们手上拿着金刚除 是不是要一起共修吗 但是 如果我们没有金刚智 你拿一万颗 一万个金刚除 有没有作用啊 没用 所以底下再讲 金刚除者菩提心意 能坏断肠二边 人弃忠道 在法会当中 主持人 主法的人 他手上 一定要拿着金刚除 就像表演嘛 他就拿着咯 所以那个老和尚 拿着这个东西 但是他自己本身 是有金刚除 他如果私下 在疗坊里面 他就不必 诵经的时候 也拿这个金刚除 就好像法师嘛 上台 上台呢 搭二十五条衣 然后戴一串长练柱 其实需不需要戴 这个长练柱呢 不戴可不可以呢 不戴没问题 那戴这个长练柱 有什么作用呢 提醒自己了 要念佛了 所以啊 种种的表法 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当年张家大师 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让人常常重复 佛法是重实质 不重心事 要真正懂得 如来真实意 要把这个清净心 平等心 真的修成了 你的智慧呢 当然就先进了 我们把这个金刚志 简单来说 大家很好懂 就是本经 经体上所讲的五个字 清净 平等 觉 就是金刚志 这里讲到金刚厨 这是兵器 它是比喻呢 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呢 就是真诚 慈悲 我们对待一切众生 一定要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每一个菩萨 都是这样的存心 那么菩提心呢 有自受用 也有他受用 他可以 坏 断 长 二边 这个断就是断见 长就是长见 什么叫断见呢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吗 人死如灯灭 一了百了 他就认为没有所谓的来生后世 这个见解对不对呢 错了 那什么叫长见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小说嘛 尤其是那个武侠小说 你看那些英雄豪杰 在就义之前他们说什么 杀头不要紧 二十年之后又一条好汉 他好像会预言 是不是 他还能够预言自己以后 站在投胎当人 而且还做难的 不修及功德福德 怎么可能再得人生呢 得人生容易不容易 太难了 佛举了很多比喻 好像早上土 就好像指甲缝里面那个土 很少很少的 而得不到人生的多少量呢 如大地土 所以得人生真的是太稀有了 中有十六菩萨位 一表十六空为中道 十六位菩萨代表十六空 十六空呢 都是说的中道 关于这个十六菩萨 十六空啊 在这里我们就不细讲 大家可以稍后呢 看参考资料 下车都有解释 底下再说 讲这个金刚处 他两边各有五谷 五佛 五智义 一表十波罗命 能催十种烦恼 呈十种真如 辩证十地 故知金刚处 表金刚正知 能退魔君 断烦恼得成就 是即金钟破邪之之一 的的确确 现在这个时代 如同佛在论文经上所讲的 邪师说法如横河上 我们如果学道之人 没有金刚知 就容易怎么样呢 被魔君干扰 这个魔他不但 烦恼重 他还怎么样呢 数量多啊 所以用个君呢 来比喻 形容 一万个人当中 能够有成就三五个 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 不能够成就呢 内有烦恼 外有藏缘 所以许许多多修行 到最后不能够成功 真的 还是在于不听老人言 谁是老人呢 释迦牟尼佛是老人 佛菩萨是老人 祖师大德是老人 他们教我们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我们就是不听话 自以为师 自以为聪明 自以为有智慧 自己再另找一个方法 来修 结果修了一辈子 到临终的时候 依旧不能够成就 自己的金刚志 太可惜了 下面继续讲 此以金刚除 欲诸菩萨 金刚般若之妙之 能破除一切 不正之情之 请大家看清楚 金刚志有什么作用啊 他可以破除 所有不正的情之 诸菩萨同修 我们有没有情之 情之正不正啊 不正啊 为什么说 一切不正之情之呢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情之不止一种 不止一个 我们把这个范围 说到最小吧 现在我们就讲 在家人好了 在家人 您一家几口人 住在一块 彼此之间 有没有情之 而且那个情之 复杂不复杂 我们总括 我们概括这个情之 两样 恩怨 是不是 而且他不是只有一种 是恩怨 怨恩 搅和在一起 非常复杂 一会儿对你很好 一会儿又对你恨得咬牙切齿 过了几年之后 他又对你很好 又很生你的气 这一次对你很好 下次看到你呢 就气不打一出来 人哪 真的是苦啊 苦中何来呢 都是在于不了解 世事真相 所以所有执着当中 最难放下的执着 就是情之 你把这个关口突破 后面就容易了 下面讲到 如铁围山 一小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 外有八山八海 其最外围之山 名曰铁围山 又名金刚围山 其铁性兼顾 顾云金刚 这个铁围山 我们现在天文学家 还没有看到 一个小世界 是指的一个银河系 银河系呢 是以这个须弥山 作为这个中心点 它外面怎么样呢 有八山八海 比如说这是第一座山 然后第一座海 第二座山 第二座海 一直这样排过去 有八山八海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 佛的眼睛厉害不厉害 很清楚啊 它不需要什么 那个庞大的电子望远镜 就这一看就看到 所以佛经也有什么 也有天文学 从这里可以告诉我们 宇宙非常浩瀚 非常广阔 你想要真正搞清楚 那就一定要拓宽心量 就一定要放下自己的烦恼 金刚能坏一切 而不为一切所坏 贵欲 不坏德 自信是真的 是不生不灭 永远不会改变 自信里面呢 有无量的智慧 德能向好 学佛嘛 就是希望能够恢复 自信 众魔 外道 皆不能坏 众魔 建 第十一品 这个魔呢 分为四大类 这个在前面的第十一品 经文当中 我们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 在这里就不细讲 那什么是外道呢 于佛教之外 礼道者 行于智礼之外者 皆明外道 这是定出一个标准 在《资词记》里面讲 言外道者 不受佛化 别行写法 天台 这是智者大师 静明书 这个静明啊 就是 唯摩洁经 所以这个注解呢 是智者大师 所写的 他老人家怎么解释呢 法外妄计 私称外道 我们简单来解释 这个外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心外求法 所以佛法 是向内求的 不向外求 凡是向外求的 那个心 不是真心 是什么心呢 是妄性 妄性又是什么呢 阿德耶 我们现在用这个阿德耶 已经用成怎么样 习惯了 所以不用真心 用妄性的 都称之为外道 不但六道凡夫 用妄性 再往上面去 四圣法界里面的圣人 身为原觉菩萨佛 也是用这个阿德耶 但是 这个四圣法界里面的圣人 他用阿德耶 用了正 不像我们 我们用邪 用偏 所以造作 种种的贪嗔 吃满意 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呢 赶紧掉头 要用这个真心 要用真诚 亲近 平等之心 对待一切众生 用真心 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 还用妄心 那就生生世世 不能够处理轮回 这是学佛人 跟不学佛人 很大的一个差异 希望我们大家 学佛的心 存佛的心 处置在人结物 将来我们的出路 是一条精光大道 因为我们将来 可以生到极端世界 一生成佛 好 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粗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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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